在上一個視頻之中,我們介紹了ETF的基本知識 今集講一下為何ETF在香港會越來越普及 以及投資者應該怎樣在組合之中配置ETF 投資者在配置ETF之前,要先問自己三個問題 投資目標,例如是追求升值、穩定收入、還是資本部值 根據投資目標,選擇相應的ETF 好像是股票ETF、債券ETF、還是混合型ETF 風險承受能力 比較保守的投資者,可以考慮債券ETF 或者低波動性的股票ETF 願意承擔較高風險的,可以考慮虛擬資產ETF 或者槓桿及反向的產品 投資組合的比重 在原本的組合上配搭ETF,令到自己的投資組合更多元化 達到分散資產類別、地域、行業等的投資風險 令到組合更均衡 但要避免重複投資在某一個資產或行業過多比重 相較於傳統基金,ETF的交易成本 管理費用通常是比較低的 交易亦比傳統基金方便,可以隨時在交易所賣賣 資訊及價格亦比較透明 一般的傳統基金並沒有即時報價 近年,ETF在全球已成為最重要的投資趨勢之一 由1999年的盈富基金開始 香港發展ETF亦已有25年歷史 是亞洲重要的ETF樞紐 2023年,香港ETF市場規模按年增長17% 去到140億 資金淨流入規模達到570億億 按年增加25.5% 現在已有超過180隻ETF在香港上市 為投資者帶來更多選擇 例如配合不同市況,可以選擇槓桿及反向產品 除了港元之外,亦可以選擇美金或人民幣櫃桌 減低回兌風險 ETF在2022年納入互聯互通 是另一個里程碑 香港的ETF不單止吸引國際投資者 內地投資者的需求亦亦予逆增 2023年,南向ETF平均每日成交額達到27億 按年增加197% 佔香港ETF市場成交額超過11% 今集和大家談了些歷史 下一次帶大家深入解構一下ETF的機制 有興趣的朋友記得收看